这个老美可能是全世界最会炒作自己的人 相比之下国内那帮明星的炒作简直就是弱爆了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这个人是一个美国说唱歌手乌兹 话说他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花了2400万买了一颗巨大的粉钻 然后呢响到了自己脑门上 当时还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国内的很多网友戏称他为二郎神 这个粉钻确实是开启了他的流量之路 在今年一月底乌兹就发出邮媒体说 自己终于买下了这颗10到11克克拉的粉钻 他说从2017年开始他就一直在分期购买这一颗 最终呢终于如愿把它买下来了 他说现在我的老脸可老之前了 从这之后呢这颗钻石就成为他脸上最特别的标志 他也会经常晒一晒自己昂贵的香钻脸 在二月份呢他又发了一张流了血的照片 说这颗钻石呢如果未经适当方式摘除 自己可能会凉凉 那污渍的行为呢果然是引起了全球网友的关注 有人觉得是真的酷 有人关注他呢就是为了看笑话 但是无论如何 污渍的粉丝数是一路暴涨啊 而尝到甜头的污渍可能觉得 往自己脑门上相转都能长这么多粉丝 那往自己脑门里塞东西是不是更能涨粉啊 于是一周之后呢也就二月初 他就跟马斯克的孩子妈联合发布声明表示 自己要往脑子里塞芯片 就是当时马斯克刚刚宣布研发成功的芯片 Neuralink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芯片的作用其实是为了痴呆症的神经系统疾病提供长期治疗用的 而马斯克曾呢已经将芯片植入了猴子的大脑 让猴子呢可以通过脑电波来玩游戏 不过至于乌兹呢还是比猴子聪明不少的 所以他也表示虽然要装芯片 不要等2022年再装 而六月份呢乌兹就突然把脑门上的钻石给取下来了 他表示并不是不想带 主要是带这颗钻石啊有点感染 而到了七月呢乌兹又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正在筹备两件让所有人大尸一惊的事 随后第二天他又在网上发问了 说我该给我的新行星取什么名字 据爆料啊乌兹正在收购一个新行星 已经谈得八九不离十了 如果收购成功 乌兹将是第一个合法拥有行星的人 他要收购的就是这颗WASP-127B行星 这是一颗气态巨行星 比木星的还要打1.4倍 当然我第一句也跟大家说了 他最后一句是炒作 所以呢他的第一颗行星收购计划 是以失败而告终 而至于第二件人大吃一惊的事呢 就是乌兹呢又把瑟兹给香回来了 不过到准天的参加音乐节的时候 又被粉丝给抠下来了 这一下又是上了全网热搜 这哥们啊确实也找到自己的流量密码了 而且呢他的这个行为还真带动了一帮人 其他眼红的说唱歌手 也竟然忍不住开始效仿起来 其中首当其冲就是一23岁的墨西哥奢唱歌手 Danser 而Danser搞了一个更惊为天然的壮举 用珠宝或者大金链子代替所有头发 在因金链头发火爆全网之前呢 Danser其实就是一个老老实实写歌的无名rapper 在说唱圈呢没有任何惊人的实力 就算再怎么努力 歌也没有人听 于是他看到香粉赞那哥们 一下收获这么多粉丝之后 他也说 我要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直满头大金链子的说唱歌手 刚开始啊 网友都认为这人是在吹牛 多半就是整个香筋的假发 当Danser真的带着满头金链子出现之后 冲网友呢都惊呆了 这辈草作绝对是让人头皮发麻呀 但是你还真别说 自从直入金链之后 Danser的粉丝 以及越览量都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瞬间涨了200多万粉丝 对比这哥俩的奇葩行为呀 咱国内的网红涨粉还真算挺老实的 Danser的公众 看看这俩老外之后 还能给咱带来什么样的奇葩事儿吧